买了一堆书 好,我们来看这里 说,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你说那个真如是不可以说的 是离言的,那我们怎么办呢 如是意,那众生 怎么如何能随顺真如 能够误入真如呢 能够修正,证悟真如呢 他说,若知一切法 虽说,但是 虽然说,但是 要知道,没有能说 跟什么,可说 也就是说,没有能 没有能说法的人 也没有能被说的 法,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啊 没有什么 能说 还有一个,没有什么东西啊 没有,虽然念 也没有能念,可念 也就是没有哦 但是,不执着语言说 而不是不说 不是说 离言并是这样 都不能讲话,不是啊 也就是说 借用语言的方便性 而知道语言的局限性 对不对 听得懂吗 而不是不说,而不是说怎样 所以这个不说,这就是断灭空啊 因为不说能不能传达呀 有的人,我们讲静语啊 我就开玩笑说,静语 是火光山办那个五戒菩萨戒啊 我刚好从火光山的潮山会馆走过 那那些戒子们刚好要去过堂吃饭 他看到我,哦,师父 哇,师父好久不见 他后来发现他带着一个静语牌 他就说,哦,哦 他有没有说 他说了嘛 他打手语耶 手语是不是也是说啊 手语也是说啊 所以真正的眉言说 是不是从内心真正的那个 真的 所以这里的离言真的 就是告诉我们是 我用语言 但是我不执着于语言就对了 叫急言 急言 妄言 而不是说不语言哦 不言语哦 不言语是 那是不是一种 那不言语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对语言的执着啊 对不对 也是 觉得说语言不能讲嘛 是不是也是执着 反而是一种执着啊 听懂吗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四一法里面有一个法 叫一意 不一语 比如说真如啊 真理啊 这些真相的真实的东西 实相东西 我们要用语言 急言 妄言哦 我只是方便来诠释他 方便说 并不是说我们就这样 我当我在说他呢 我就知道 他虽然能说所说 能说 虽然说 但是实在上是没有什么 没有能说 也没有可说这样的对立 对 这样的一个相对性的东西 这样懂吗 也就是说了解这个 比如说语言是什么东西啊 语言 我们现在用的语言 也不过是我们的妄想 妄想分别产生出来的东西 那个 那个方便的言权而已 对不对 是不是 当我说他美丽的时候 我说他美丽的时候 这个美丽是不是也是假借 借用而已 有没有办法讲到他的 所以叫做无生胜有生 无生胜有生 好 OK 什么叫能说 能说所说 比方说能全所全 像我们在念佛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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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能念佛的人 有一个佛号被我念 是不是有一个相对性的东西 真理其实有没有这样讲 我现在念了 这其实也是我们众生的一个 怎么讲 我们众生一个妄念里面所产生的 不是真实性的 对不对 所以是假借的 能念所念 就是 他就是要抿除这个 就是要真实了解 就是说真正的那个 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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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力妄言的真如 事实上不是我们可以用语言来怎么样 来把它真实表达 要了解这个 所以叫做什么叫做极言妄言非必然 极念无念怎么样 非不念 我有念头 极念念 他讲什么 有念头 有念 那这个念马上要干什么 也就是说这个念是什么念 无念 无念就是什么念 我写在那个地方 得入就是正观 离念 离念就是什么念 离开什么念 你看离念是离什么念 离这个妄念 离妄念就是什么念 就是什么念 不就是正念吗 离念不就是无念吗 所以离念即无念即什么念 即什么念 即正念 这个才能够 这样才能够真如干嘛 才能够跟真如相应 所以不是傻傻的什么 不是傻傻的念头来 就把他压把他压 那是不是做了一个压的动作 来就来 去就去 所以我好像讲过六祖谈经的那个 哇没讲过啊 讲的我忘记了 六祖谈经讲那个 六祖谈的无念叫做念念 下个礼拜天我就会说了 你看六祖谈经讲无念是什么 四个字 六祖的无念 我告诉你六祖谈经最主要的思想是什么 就这两个字无念 无念就是六祖谈经在一个地方讲 叫做念念 不住 我把它诠释 他念念然后怎样 不住 你看两层哦 一个念念 再来干啥 不住 不住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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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住在洛杉矶 不是 不注意什么 不注意念 有也好 不注意什么 不注意念 但你要注意哦 念念是有没有念 念念有没有念 有念 不住是什么念 诶 妙透了 因为我们人怎么可能无念啊 人怎么可能无念 人无念是不是傻傻的 所以那个叫 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枯木禅了嘛 枯木禅了 就是说要断念 那叫断念了嘛 断念不可以哦 所以人不可能无念嘛 不能念 叫什么念啊 断念嘛 枯木死灰 枯木禅有没有人间气啊 你 哎呀 师父有什么问题请教 你不要跟我讲 赶快念佛往生 枯木死灰的 这不行嘛 你有抱人间吗 什么怎么可能无念 一个念头一个前记后记 前记后记 一定的念头不断不断 但是每一个念头来 我不住于那个妄念上面 每一个念头都很清楚 不住在那个念头上 所以它叫做念念不住 妙透了 所以你去解释 你读的时候 你也可以说念念 念念不住 就是念头不断的来念的不住 那就不是六祖谈经了嘛 六祖谈经叫我们不断有念头吗 不断有念头吗 也没错 问题是说 你不断有妄念怎么办呢 你是不是跟那个妄念 就一直追逐一直追逐啦 念念就说 我们不可能啦 我们众生的经验不可能一下子就像那个诸佛那样子的 就说 他那个对无念的诠释是说 是有念头 但是我不在那个妄念 不住在那个妄念上面 所以我不住在妄念 是我首先就要对妄念很清楚 我要知道这是不是妄念 对不对 我动一个念头 我怎么样把他的那个好的东西框出来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怂恿他 带我去吃一餐好吃的那个 那家的披萨特别好吃的 怎么样动念他 请他 怂恿他 总之你是不是你就有一些什么 那个都是念头嘛 我不住在那个念头上面 所以叫念念 不住 所以这边 随顺是说 极言妄言 而不是不言 不言语 极念无念 而不是不念 所以各位同学 这里我们就讲到后来 你只要保持什么念 什么念 什么念啊 这个念太重要 你只要什么念啊 正念 你搞到后来 想要说 哇原来大乘起信论只是什么 是不是原始活教八正道 是不是 有没有离开八正道 所以不要小看原始活教 人是不是每一个就是要正念念头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念头是每一颗种子 你每一颗种子都是正念的时候 你那窝赖也是的东西 是不是都很干净 那不是就是禁法 是不是又熏悉回去 所以有念头有什么不好 不要紧 所以先见有见如虚名山 再见空见如戒子许 不要一下就说 我要空了什么都要空了 你有没有对空真的了解 我甚至也不注意 我也不注意正念之中 对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 我只是他来就来了 很自然的来就来了 懂不懂 好 先不讲这 这里这样就叫能够 离念名为 得入 得入就是能够正入的意思 好 这个叫什么言 离言真如 离言 所以说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讲 人家问你说 请问 什么是是圣地 哎呀 不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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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三法印 不可说 你们去上了大圣经 哎呀 不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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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台上讲了这么多 就很好玩 因为不可说 所以是不是要努力的去把它说清楚 所以下面有什么言 叫一言真如 一言真如有两个叫如实空 好 呼唤真如呢 一言说分别 两种 一个叫如实空 一个以能够究竟显实 叫做如实空 第二个叫如实不空 如实不空是以这个真如的字体具足 无漏性功德 有没有 好 现在我来问各位 这个如实空的 如实啊 如实就是真信 空是什么 没有妄然的意思 也就是说真如的 真如本来就好 没有虚妄分别 所以不会跟那些 我们后面会讲的三处 三系六处的这些东西 来 来怎么样 来 来相染 所以说他真体是怎么样 是空 也就是说真如的体当中是没有染望的 所以他染没有染望 所以才能够显出他的实在 所以叫做如实空 倒过来讲又叫做空真如 如实不空 说这个真如本身呢 他有无量的无量的无漏功德 无漏性功德 比方说诸佛的大事会慈悲 诸佛对这个众生的一个照顾 他的光明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现在我要来问各位 有没有一个问题 你们没有想 有一个什么问题 当我讲如实空 当起庆论告诉我们说 一言真如有两个分两个 一个叫如实空 一个叫如实不空 赶快想一个问题 空是谁讲的 哪一种讲空 空是谁讲的 菠萝嘛 好我现在问你们 菠萝空 菠萝也讲空 那几心论的真如什么 叫什么空 如实空 如实空的空 跟这个菠萝空 有没有想 有什么差别 还是相同还是差异 不易不易 简单回答 这也圆满回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比较墨水强一点 什么空 叫如死空是吧 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如空 起信论的空跟 起信论的空跟不若空 不若空是什么 是诸法本性是空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对吧 一切诸法无自信 所以说它怎样 它是空 它是缘起 但是起信论的真如门里面的 新真如门里面的如死空 是指什么东西啊 是指 妄然的什么 妄然的法怎么样啊 嗯 一样不一样 一样不一样 不太一样哦 哦 它是指这个什么 有没有一个虚妄的法 那个它虚妄的法 有没有自信 有没有自信 没有自信 所以你看它的 它的词 因为如死空 所以才能显 显什么 究竟显实 有没有 是不是 虚妄的法没有自信 它自信是空的 所以才能够把 究竟的真实 显出来 是这样讲这个空的 如果说 其信论也讲诸法是空 那有没有真如啊 所以其信论肯定 肯定有一个什么东西啊 嗯 肯定哦 不可以误解说 那个真如的自信 也是什么 也是空的 也是空 也是空无或是不实在的 听懂吗 也说真如的 蛤 不一样啊 它这只是偏向染法是空啊 对 这边 这边是一切法皆空啊 那这边真远起有没有关系吗 嗯 远起太大 诶 远起不然的话 远起不然的话 等于全在里面 我跟你讲 简单不用不管远起 这边当然是远起所以性空 对 这边是肯定 肯定有一个真如性体在那边 所以真如性体不空 那个性体本身不空 只是说虚妄是空的 虚妄的法是空的 就这样 远起不空 嗯 嗯 这个 真如是空的 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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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如自體 真如自體 不空 因為空 染法空 所以才是如實 聽懂嗎 染法空 無自信 所以它是如實的 所以它是肯定有一個 真如的自體自信 跟它有沒有一樣 就是每一家 自己的一個利潤不同 如果存在不利的話 那不然我很多 你也不能 你也不能把 好啦 好啦 它是從那個 有時候說從那個什麼 這樣子講 禪中有一句話講 不是本來無一物嗎 OK 這樣說好了 它是說這裡有一個花瓶 有一個花瓶 花瓶裡面空無一物 花瓶裡面沒有花 沒有草 沒有什麼 而不是說個花瓶 花瓶本身也空掉 真的要這樣 OK 我現在這裡一個花瓶 對不對 對吧 現在一個花瓶 我現在這個一個水瓶好了 我現在這個水瓶空不空 空不空 我水瓶不空 因為裡面好多水 所以我這不空 當我全部都喝一口西淨西漿水 曾經喝一口水 當我把這個水全部喝光的時候 就叫什麼空 什麼空 叫如實空 懂沒有 叫如實空 但是我這個瓶子有沒有空 我這個真如的體在的 真如的體在的 只是說我裡面有沒有希望的東西 有沒有 沒有 起心論是 等一下 你可以批判它說 你不究竟 但是你這是每一家講的一個 它要肯定有一個真如真心在那邊 你的問題是什麼 我問問問題是 要是正如是這些水瓶空的話 正如是有這個音 要是有這個音 啊 正如是什麼 正如是什麼 這邊的水瓶空了 正如又是音 你可以 呃 你是說它會變成低音了 對 不過它跟那個低音的 創生派生不太一樣 創生 不是說由真如生出什麼什麼什麼 不是 就是那個 當然一個 當然一些功德啦 一些什麼的 但是從這裡 這裡 這裡產生出來是沒有錯 但是又跟我們講的那個低音 不要用很 很 很武斷的馬上畫這個等號 會比較危險 那個低音就是說 低音我們一般講的哲學的低音是說 人是從上帝那裡有沒有 上帝創造這個創造那個創造 或者說什麼元素這樣創造 創造 它有一種創生 或叫派生 或是叫什麼 什麼什麼 衍生出來的 它又不太 它 剛剛我講的 它有說它生 你看 如果沒有一些什麼 它也不會刻意 它也不會說自己自力噴噴噴噴把它生出來 那些東西啊 這樣了解嗎 我剛才用這個 它所謂這裡的空 就是如實空 就是用這樣一個觀念 這裡我 假如真如是這個瓶子的樣子 我現在裡面 我現在裡面都沒有插花 沒有東西 這個狀況叫什麼空 叫做什麼 叫如實空 如實空 因為如實空 所以它才會 我在元起法起來的時候 當我們講叫生命門 其實生命門的生命兩個是一個元起 時間的元起 它才會那個 你這樣 你不能用那個 你不能用這個剝弱學的 你只能講他們的意同 不能說說 它就 它比它差 或它比它強 各自有一個 它圓滿的理論就是了 就這樣子了 我們不會援 本來真常維新系 它就是要肯定有一個 有一個真常 真如的東西在那個地方 對不對 這樣 知道嗎 ok 很好有問題才好啊 嗯 蛤